曾经核实,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家庭亲子关系最大争执的一个焦点,也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经常听到父母亲孩子说,离你手机远一点,不要老再看手机, 而最后双方一定是吵闹成一团,得不到任何的解决。 您是不是经常看到这种家庭的纠纷剧在上演? 而父母亲是束手无策。 在美国有位母亲,她本身也是一个外科医生,她也身为此受苦。 最后她所信,干脆去做一个广泛的研究,来了解孩子为什么如此着迷于手机。 她的亲人发现是,手机给孩子,特别是年轻人带来的那种快乐满足,相当于吸毒一样, 也因此会造成依赖感,而这里面还有科学的证据。 于是她开始拍摄影片,来了解究竟亲子之间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如今,她拍成了影片,同时在全美各地的巡回上演, 教导如何家庭来面对孩子依恋迷恋手机这个问题。 最后她提出的解决之策是,不要去跟他们归属或者他们对抗。 最好的方法是,提早养成孩子自律的习惯, 而最好彼此之间可以寻找一个共同的相处模式。 这位母亲对于手机这个问题,她提出的建议,您觉得有没有道理? 看看这群年轻人几乎离不开手机, 对外在环境根本视若无睹。 明明是聚会,彼此却各自低头,滑手机懒得说话, 不过还有更夸张的场面。 手机比现场球赛更精彩,实在讽刺。 年轻人的双眼都离不开手机和平板的小荧幕。 美国一部最新纪录片《低头族世代》揭发这个现代社会的离奇现象, 探讨青少年何以沉迷手机。 这部片的导演本身是一位外科医生, 自己也有一名12岁的女儿吵着要买智慧手机, 母女间为了该不该有使用限制一度闹得不愉快。 不高兴,爸妈管太多。 以自家经验当影子,这部片引发共鸣。 因为青少年沉迷手机是共通现象。 片中统计,男孩平均每周在电玩上花11.3小时。 对不起,妈妈,这是很难学习的事。 而不管男过女,平均每天有6.5小时花在电视、手机与平板上。 记录片中还凸显一个重点, 就是重度使用电子荧幕很容易上瘾。 你会有脑子在医生中的一种学习的行为。 这种东西是一个新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 这种东西的东西是新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 这种东西的东西是新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 手机平板的声光、通讯软体的互动以及新鲜资讯的刺激都会让脑部神经释放出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物质。 而作用竟然和许多毒品类似,会产生愉悦感甚至依赖性。 这种东西的东西是在脑子的感觉中的东西。 我们在新的情绪中的新鲜资讯和看桌子。 孩童和青少年原本学习力最强,但如今形同被绑架。 以核磁共振、MRI扫描。 每周晚电玩超过20小时,孩童的脑部结果让人吃惊。 当他们比较习惯,他们的脑子的脑子都很相似。 如果有些东西很幸福,就在脑部上是在脑部上。 不仅是在脑部上。 过度刺激对脑部绝非好事。 科学家对白老鼠进行实验,让他们接受快速变换的声光讯息。 结果发现判断和学习能力明显降低。 这些白老鼠甚至不如刚出生的小鼠。 但令人忧心的是,真实世界里未来主人翁沉迷手机。 我认为我的手机很迷惑, 很难听到教授, 并不明白他们的意思。 我认为这部电子产品的目的不只呈现问题的严重性, 也希望能找到改变的契机和方法。 有意思的是,这部片的重点并不是在禁止用这些电子产品。 让小孩意识到自我管理的重要,善用手机,而不是被手机所用。 如果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吃, 我们都会认为把手机放在中处的中处。 谁要先查一下手机的手机, 必须要赔给食物。 低头足时代,在美国引发不小回响。 除了对学生与老师公开放映, 导演还以讲座与民众互动,鼓励家长要以身作则。 在这个科技进步的时代, 大人小孩可以一起成长太多了。 互动话题。 有意思是, 有意思是, 有意思是我们的帮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